我也是一個新移民 我兩歲和我父母來香港 我們都住在一個分租的單位裏 我父母都是雙職工 1997年畢業就重重 回歸了十年 25年 有30年歷史的民建聯 6月產生新的領導層 陳克勤將會出任下一任的民建聯主席 呼之欲出 陳克勤接受兼雜誌訪問說 改選不要緊 亦不想討論具體人選 但強調民建聯的領導層 一直都是團隊運作 重要的是民建聯要由以往 選舉主導的政黨 改變為一個治理型的政黨 即是我們民建聯未來 要怎樣走 剛才說了 新選制 我的國者治港 我們以往 政黨可能是重視選舉 我們以往都是說 我們立足基層面向中產 希望做一個跨階層發展 這個是我們以前的定位和目標 現在我們覺得民建聯未來發展的方向 其實都應該是因應現在的情境 是有一些的改變 我自己覺得應該是走向一個 治理型的政黨 即是怎樣去協助特區政府 去做一個梁正善治呢 怎樣去給他一個好的意見呢 回到基本部 就是我們的前輩說 你做議員就要給好的意見 所以給好的意見是什麼 就是幫忙管理好和治理好香港 所以我們現在說的就是 你不只是純選舉 你要怎樣在一個治理上面 可以幫特區政府出謀獻策 提到好的意見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一個新的 一個發展的方向來的 作為治理型的政黨 陳克勤就說 具體做法包括五個方面 怎樣引領我們香港的人心回歸呢 這個是中央給我們特區政府 一個很大的議題 一些民生的議題 大家未必有一個很大的共識 怎樣才可以令到這些矛盾 大家是可以有一個共識 而變成是站在一個全香港市民 最大的利益上面去走 凝聚共識我覺得是政黨 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來的 第三樣東西就是 當我們已經不再是 擺很多心機精力在政治鬥爭上面的話 我們怎樣是令到香港可以發展 搞好我們的經濟呢 第四個就是 怎樣令到社會之間 官商民是有一個合作的空間和機會 以往你說官商大家就想到另外兩個字 負面的字 但其實不是的 如果這件事是可以在解決 跨代貧窮的發展上面 為什麼不可以將官商民合作 變成香港的一個發展動力呢 第五樣東西就是 我們一直都在說的就是 議會怎樣去發揮我們的職能 做好我們 幫助特區政府梁正善治的工作 我們民建聯現在其實 除了你說一些地區的議題之外 一些全港性的議題 我們都有我們自己的政策倡議 陳克勤已經滿腹大計 首後民建聯改選 是否由他出任主席 他就說最重要是 無論你哪個做主席也好 哪個做副主席也好 其實我們走的那條路 就剛才說了 愛國愛港 支持一國兩制 擁護基本法 這個是不變的理念來的 現在可以進行